作詞・作曲 王何俊 她想是一件好事 對於我自己的工作 大家也會有更多信心 很多人永遠都有一個印象 法國菜一定要很貴 不貴又不會好吃 其實下山就正正是令大家知道 不需要很多花巧 不需要你一定要覺得 我不穿到整套飲品 才可以來吃 其實認識下山也挺有趣 當時香港私房菜味很輕盛 他是其中一個早點開始做私房菜的人 夏耀文當年由於最深攝影 26歲就跑到法國學拍照 一拍就拍了10年 還在巴黎開畫廊 後來1995年兒子出生 為了家人回流回香港 但是回香港之後 他就發現香港人對法國菜認識有限 他就想到透過平民的碟頭飯 令到大眾認識法國的飲食文化 你吃午餐可以有新鮮的魚 然後他在味道上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火腿 有些小火腿 又是提鮮 你看看這個飯的底部 他有一些西蘭花 金蜜薯薯 小糖菜 還有一些秋葵 加起來 其實那個味道是很豐富 有一點點櫻花蝦 令到他又再多了一點層次 重點 你猜這碟飯是多少錢呢 其實只是80元而已 還有他這裡 午餐限量16位 碟頭飯我通常會在灣仔街市 在灣仔街市賣魚 因為在這麼短時間裡 你要做手工一個個這樣做 我們做16個已經是很敏的時間 賺夠就算了 我自己就覺得有兩個重要一點的基礎 第一就是他對不同的草莓運用 即是很精細的 他會知道哪一種是用到什麼材料 另外就是對於油 即是肥油那樣運用 譬如他這個 你有些Palmerham 他有一種火腿的油香 鹹香 魚是自己也有自己本身的油香 這兩樣混在一起 是令到你覺得很好吃 法國菜也是 那些比較粗糙的菜式 譬如我自己尤其是因為去喝酒 你在不同的地方 你去Lower Valley 你去Rome Valley 你去Long Dock 其實他們會因應地方食材 他有一些簡單一點的煮法 吃Rome 好味 我覺得所有香料或者調味 應該是有一種層次給你 而不是給你一種香味 夜晚蝦 他又做一些精細一點 但又可以令到你覺得 為何又有這些美味 在世間上會用這個價錢 給大家吃 這隻平原雞 你猜他是哪裡來的 他的鄉下就是元朗 他又焗得很鮮嫩 然後你看到他還有些蝦 蝦的醬汁 他自己的鮮甜味 就會混和到雞汁裡 令到他有一種雙蟲的鮮味 其實他不是很喜歡吞劍跳火圈 他就是我做老老實實 好味、好食材 這個就是夏生其中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他自己是有想法 我希望我們的法式跌頭飯 就像一個Baby Step 一個門檻 了解法國人 或者法國菜的哲學 是對人生的一種尊重